欢迎收看五期股市同学会 我是陈明君 各位同学上课了 台北股市已经连续三天反弹了 有越来越强的味道了吗 护国神山台积电今天传出来说 动位屌啦 也要来调涨金元代工价格 盘中还说台积电已经通知客户 即日起涨价生效 这是真的吗 不过台积电间股价的确有带动 还拉尾 也让台北股市的指数 再度在尾盘站回了万期之上 大盘站稳了十日线之后 有机会靠半导体商关族群 挑战越线的反压吗 马上欢迎今天来同学会的三位来宾 第二位欢迎分析师肖又铭老肖好 明君各位同学好 第二位欢迎分析师郑伟群郑老师好 明君好各位同学 谢谢大家好 第三位欢迎分析师蓝灯耀 蓝老师好 所有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昨天的美国股市当中 包含了标普跟纳指 继续的创下历史新高 废半也是回神上涨 台股今天就有好消息加持 刚才说了 抽盘中传出来说 台积电可能会来涨 这个金元代工价格之外 整体的大环境 真的是非常的棒 我们的新冠疫情 今天确诊人数是久违的加零了 也带动指数今天气势如何 持续的大涨 昨天同学会当中 老肖老师已经有先预言 他讲台股是落后废半的 半导体类股落后更多 台股反攻主流 一定这一波要看半导体 联电世界先进 今天续墙已经领先大盘的 半导体指标股 还能够持续的乐观吗 那么落后的有谁可以跟上呢 我们去请教老肖老师的最新解读 第三代半导体国家队成军了 而且是来真的 因为环球经董事长徐秀兰 他说碳化系需求超乎预期 未来十年六寸会成为主流 伟群老师提醒同学的第三代半导体标的 汉磊先跑了 加金今天也跟上大涨涨停板 那还有谁在努力的在后面追呢 另外高盛喊出了ABF的新天价 南电喊到了六百块 那么欣欣跟景硕可以跟着来开趴吗 等一下请问伟群老师的最新解读 航运股近期强势的指标股中航 昨天公布字节金爆了亏损 七月份是赔钱的 为什么赔呢 不是本业不好 是他们七月份投资好多的航运股 因为股价大幅下跌失利了 但这只是短线的利空吗 怎么看中航后续的走向呢 倒是货归三雄今天表现还不错 最强的万海今天继续的开航 那现在航运股的节奏看起来是 跟过往有点不一样 像是大涨小回 每天大涨小回一天这样子走的话 反而是走得更加的稳健吗 我们继续请教蓝灯耀老师的最新解读 关怀锁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来五七股市同学会 台北股市在今天再度站上的万七的关卡 当然最大工程就是护国神三台积电了 本来呢传出台积电为了跟客户 站在同一阵线不想要涨价 不过呢现在似乎是动尾调了吗 简平面报导说台积电哦 十月份开始要跟客户来调涨 晶圆代工的价格 台积电今天持续的上扬 第三天呢是收复了月线五百八十块钱了 也带动大盘今天是一路的开高走高 中场市大涨了两百二十七点 收在一七零四五 量是三五八六亿元 好这个量缩会不会是因为说呢 八月二十七号啦 我们的当冲市井心智要上路 反弹量缩难免 可是不需要太过的担心吗 来问一下老肖老师的最新解读 我接下来老肖老师 你昨天才跟同学们提醒说 废办呢目前的这个呢 涨势是领先台北股市 大概有六个百分点左右 台北股市会跟上去 尤其是半导体台股的半导体族群 跟废办来比更弱 这个呢落后涨幅有百分之十以上 所以呢半导体一定是先锋部队 就真的被老肖老师给料中了 今天的半导体群起的反攻 带动了大盘持续的往上涨 那现在看起来啦 在废办持续走强 就是慢慢回稳的情况之下 台北股市就真的会快步的跟上去了吗 整体上我觉得这张图表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好 为什么这么讲 各位请看 上面是一大堆的所谓的平均线 对不对 很多朋友在过去这一段期间 不管是从18034 或者是从17643点 这两次的回答 很多朋友跟你的预期 会有很大的差异 请问问题出在哪里 也就是说当商品价格再跌 你任何均线其实都 它就直接跌破了 对 它要涨就直接站上 我们再看这一段 它要破 我不管你是什么线 就一路往下跌 然后我们看这里 各位再算 这是礼拜三 对 礼拜二 礼拜一 礼拜五 礼拜四 那请问 这一周的周循环是多还是空 绝对是个多 并且是收到最高点做收 然后你会看 你往前看 连过三条均线 整体上平均线 我们的看法就在于 如果当均线无法提供你一个 非常准确的判别 你应该去寻求 不同的一个评估方式 那么在技术分析里面 其实我的看法就是说 我们可以去从比对的过程 去观察局例 这个是在这个礼拜的礼拜一 我们提到 他一定会来一六九四五 对 那什么时候九四五 礼拜三 那因为礼拜三是一个大协算日 所以我们看今天 确实就站回一六九四五 所以整体上 很多朋友又会讲 那么这一次的上扬 到底是一只脚 两只脚 还是很多只脚 对 整体上 从这个框架来看 他就是一只脚 靠一只脚就站上去 就是一只脚 那你说到底要 你也可以说八只脚 我没有意见 但是我觉得金融市场 不是用拆的 而是我们要去比对 各位我们看这个区块 你从左边开始看 这个A叫17709 17709A是不是一个回档 对 回档之后弹上来 B是在17304 17304下来是15159 然后直接到18034 这个肯定是个B型 对 这是一只脚 那么我们现在要看的是 这里是上去下来再打一只脚 还是直接有能力准备往上做挑战 那你要怎么看 你要把关键点抓出来 也就是说 这个B的下跌是从17304直线跌 跌到15159 这是个事实 很多朋友不见得你有平均线 很多朋友你没有一些看盘软件 可能不太会看 对 你也没有什么KD指标交易量 那怎么办呢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的看法就是 我们其实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 针对我没有指标的朋友 我就简单从形态做判别 其实就够了 他从17304跌到15159 我们看这个区间 1234 这里长达四个交易日 他全部在那里对决 在16231 也就是17304跌到15159 这个过程买跟卖 平均成本绝对是16231 他敢战术16231 这个就叫回升 他站上去 回升就是我要过304 他不就一只脚上来 对 好 再来 这次的B是17463 他就跌到16284 对 16284 好 248了 抱歉 1628 你把这个点杀到这个最低点 那你就算绝对是945 那今天周三 周选择权结算 小结算 他如果要走单脚 他要守住945 他守不住945 当然就要来第二只脚 第三只脚 第四只脚 他守住945 直接就准备要来挑战643 所以老师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他在收盘的时候 是站上了16945 就跟当时前一波A跟C的这个走法一样 只要他站上了这个关键的平均价位之后 也许就是靠这只脚 就往上走了 没有错 所以台北股市很有机会 在礼拜三的这个周选结算之后 是持续的往上 那老蕭老师这么讲 我可以比较用简单的方式来研判 你说一个礼拜的周循环 去看多还看空 上个礼拜结束刚结束这个新的周循环 台北股市是往上的格局 那从今天结算的结果来看 从明天开始到下个礼拜三 依然是往上的方向吗 整体上 来我们再进去看这一块 我们刚刚算的是 这一天这个长黑是礼拜四 问题是各位不要忘了 这个礼拜四是什么 是大结算 台子结算 所以他其实不是只讲 这一个礼拜一周 他是其实讲未来四周 对 他这个整体上 为什么这个礼拜这么重要 九四五 因为只要能守住九四五 就是说接下来的九月 整体上是个多方方向 有个好的开始 对 没有错 那老蕭老师除了中这个周旋 还有这个台子期上个礼拜 结算之后的台股方向 给出一个比较明确的定调之外 我们昨天才在讲 老师认为台北股市有机会 开始往上 就是因为我们落后 费半针的太多 截至昨天为止 不管是纳指标普 创新高之外 费半也是慢慢的往上 这代表说费半往上的话 跟台股目前加权的位阶 就相差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老师就断言 台北股市应该要追上费半 要有这样的表现 因为目前我们的基本面 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半导体类股 落后费半更多 的确老师 今天台北股市 有慢慢转强的味道出现 已经连续强了三天 在内容来看 半导体是第一男主角 是带领台北股市 往上攻坚的先锋部队了 现在来看的话 半导体当中 连电世界是领先大盘的演出 持续强没有错吗 落后大盘的台积电 有办法跟上来吗 那跟台积电相关 比较落后的一些指标股 也是有机会往上谈吗 整体上我们要回过头来 还是一样 把昨天我们讲过 我们昨天是从2月5号 是从这个点 对 我们再往前推 往前推一下 推到去年的12月23 叫起账点是14134 14134 这里是17709 一样15159 然后18034 现在在这个 现在加权是在这里 OK 然后你看 从去年的年底 一直到今天 费瓣真的只有非常短暂 让它不小心超越加权指数 就是黄色的时候 横一点点 这一次 这一次 还有一次 幅度比较大 对 那我们看现在两者的插幅 大概大约落在6个百分点 这么多 就是说理论上 在正常的波动行进 台股应该要领先费瓣 对 纵使不领先 也应该可以有能力打平 那接下来问题 唯一的一个我们要观察的 不是加权 其实真正要看的拉回来 要看费成半导体 好 为什么 因为如果 假设了 费瓣持平或继续涨 当然没有问题 排骨会补涨 对啊 如果费瓣爆点 对啊 我也想问这个 所以这个就是关键 所以我们回过头 一定要看费瓣 各位请看 画面上你所看到的 这是费成半导体 今年以来 从一月份一直到现在 这个叫做标准 我们叫做多头排列 你说 我怎么看叫做多头排列 他就这样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对不对 对 那我们来看 我分别把3月8号 5月12 7月19 7月27 8月19 分别的指数在2759 284 你又没有发现到 每个低点的数字 是越来越大 底底高 也就是说 每个低点是越来越高 对 那低点发生之后 没有跌破这个低点 就是我往上涨 我成锯齿状的一个上扬 但是 纵齿是个锯齿 我这个回测的过程 我都没有破前滴 是 我没有破前滴 我没有破前滴 好 到昨天收在3345 这个33 接下来我们就看 3166是什么 我们的底线 对 这个叫底线 也就是说 从现在开始 一直到 未来的一个 拖动行进过程里面 废半只要不跌破 3166点 台股就是有能力 往上再做一个推升 所以老乡老师认为 如果说的废半 可能短线的拉回难免 可是它拉回的这个 底线 只要没有低于3166的话 目前都还是一个多头的格局 这个多方排列就没有破 往多方排列的话 台北股市就比较没有 这样的担忧的风险了 那整体的半导体来说 目前看起来环境是非常的好 因为不管是全球的晶片潮 持续没有办法 做一个比较有效的解决 那我们快速问一下老乡老师 第一个是我们知道这几天是 美国的副总统 他到亚洲来拜访 第一站去新加坡 就是为了要来巩固 车用晶片缺货的问题 那台湾的AIT的这个 新的处长的孙小雅 也是拜会了我们经济部长 王美花 也是为了要谈论 这个车用晶片的问题 昨天呢 鸿海的董事长刘洋伟 是普渡的时候 他有接受媒体短暂的访问 他说半导体缺料可能在延长 王美花也讲 MCU出货年增六成 第四季才会到供需平衡 好 刚才呢 我们在一开始就讲到 海基电动不了了 因为晶片太缺了 十月份开始要全面涨价 台基电对此不评论 但客户认为明年应该会涨 另外呢成熟制程方面的 联电跟世界这两档指标股的 老肖老师都已经做了 非常多次的提醒了 他就是比大台还要强 现在外资也要来锦香添花了 外资认为联电产能利用率蛮载 毛利率明年超过百分之四十大关 单位售价会再涨 目标价高盛看一百零二点八 那世界的部分 这个是真理资本 这个是比较蛮干喊的一家外资 他是说了明年世界先进的这个 米单位的售价会中六一三美元 再涨百分之十三 目标价是看到两百块钱 好老师这三档个股呢 同学们都很想问 先从台积电来看 有没有可能现在涨价 好就算明年要涨 这九百块的目标价有机会吗 第一个虽然台积电本身没有评论 可是这一次的消息来源 主要是从它的上游IC设计厂 就是说台积电征询这些IC设计 说接下来我以16奈米当作一个分野 先进制程的部分 调涨大约在10到15个百分点 至于成熟制程就是16奈米以上的 那么最少要涨百分之二十 这个关键在哪里 关键就在于我觉得像这种新闻 其实就是说大家会说 因为比方说像Intel 这里在未来2023年 那可能有新的产能会产出 问题是各位你要这么想 不管是台积电 联电或世界先进 请问从今天开始到2023 难道这三家都不扩增产能吗 不可能 你的意思是台股统统都不动 那别人都在往先进产能做推升 不可能 所以整体上我们的看法 金元代工未来的补涨是可期的 对 金元代工未来的补涨可期 那我们先从世界的Jokey来看 我记得老师前两天有用这个 大量的这个交易的价位 来告诉大家说的 世界先进 成本分布 对 成本分布的话 它是有机会继续挑战新高的 那这个是你比较长线布局的个股 但最近盘面上 有一些表现非常强势的个股 投资人想说 为什么我都买不到这些强势的个股 到底要怎么抓 买进的讯号跟他有机会强势的一些 不是 其实我一直认为 每个人都买得到台北股市最强的标的 对 关键在于你要先厘清 你到底是在做证券投资 还是在追求绩效的一个最大化 这两者是截然不同的 你在做证券投资的 你在看什么 看低估成长型的标的 对 就是低估 既然是低估股价当然是跌 你在看跌的股票 可是这些跌的标的 它的获利能力 不管是今年或未来 持续成长 这叫证券投资 对 所以理论上 你几乎不太可能买到台北股市 比较强的股票 你也买不到会涨停的 但是相对的 你说我就只要希望 我的股票会涨停板 那怎么办 那你要改变你的方式 没有所谓的对跟错 你追求绩效的 就是去追强吗 不是追强 而是所谓的强势股 它表征就叫做不跌 这么叫不跌 我们再回顾八月份 各位再回顾过去这两周 我们经常拿18034做比对 那为什么要拿18034 因为18034最高点以来 最高点以来不跌的股票 当大家在跌 它不跌 它就是告诉你我要涨 其实就这么简易 没有那么深奥 我举例 不管从中刚购 这是周献廷 一根K棒是一周 亲爱的 这是一个礼拜 这是两个礼拜 这是三个礼拜 它已经默默涨了三周 台股暴跌两周 人家默默涨了三个礼拜 今天拉涨停板 也就是说台北股是在不跌 我们要去寻求强势股 举例 充电枪的建核心 对 充电枪的 它跌不跌 它绝对不跌 你现在过去这两周也不跌 这一周就是一根长虹 再来加金 我们今天看到它拉涨停板 对不对 这个主要集结在这里 请问它有跌落这个集结区吗 没有 没有 不跌它就是要涨 除非这个集结区它被跌破了 那这种个股 你当然要站在另外的思考 我是不是该停顺 我是不是要保守 好 同样的 我们看五三四七的世界现金 它主要集结在这里 它也不跌 它也不跌 不跌的股票就是要涨 所以所有朋友 你在面对台北股市 你自己要分清楚 你是属于投资型的 对 投资型当然是看跌的标的 举例 我们看到这面本的群创好了 对 老师昨天才讲说 不要乱砍 对 对 整体上我们还是要去判别 判别就是说 我今天没有KD指标 我没有平均线 我也没有交易量 对不对 那针对这种朋友 你该怎么办 我们很简单 我们用形态做分辨 其实就够了 好 我们来看 今年的这一次的高点 四月份 五月初 群创从32.1 一路暴跌到18.45 好 用最简单的 也不用什么电脑软体 不用 你就眼睛看 它明明就32.15 跌到18.45 所以买跟卖 买进的平均成本 卖出的平均成本 一定是25.3 对 就加起来除以2 一定25.3 如果这一次的上扬里面 群创有能力 站上25.3 这里 它不会降下来 代表它要回升 它绝对会撑住这个点 可是它没有 因为它根本没有能力 对 你就要知道 我要小心它要反弹破低 懂 好 再来 这个2 从24.65 跌到18.65 你的平均买卖成本 已经在21.65 它也没有能力 站回21.65 它就是要破低 对 这个3 从21.7 跌落到17.45 它的买卖成本 就是19.6 好 各位来请看 这个过程整理了三周 有 感觉有三周 它撑在这里 撑了三个礼拜的19.6 走不住19.6 就是破低 好 接下来我们现在要看的是 现在了 对 这个礼拜 包括未来 好 最低点发生在昨天的16.9 最高点在21.5 所以未来一周 贤命它要攻克19.2 站上19.2 我的看法 面对面板要乐观 好 没有上19.2之前 暂时就是平常去看待 好 所以小老师告诉大家 关键的 以群传为例 如果说 有站上19.2的话 可能面板最惨的时候 已经过去了 但如果说没有办法有效 站回19.2的话 可能有所有面板的投资人 反弹的时候就做解码 也许是比较安全的一个做法 如果说你对手中个股 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参考画面上的 大头娃娃跟老虾 是加个赖板的持股问题 跟他来请教一下 关键我们聊一下 第三代半导体 昨天才讲 这国家队要成型 股价没什么反应 可是这个环球金的董事长 徐秀兰他看好说 第三代半导体的需求非常旺 未来十年六寸就是主流 昨天才请教委群老师 第三代半导体的个股 哪一些可以留意 今天全数都是喷出的大涨 还能够买还能够追吗 关键说定武器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来 五七股市同学会 我记得昨天节目当中 我才跟伟群老师聊到 第三代半导体 我们还插播一下 环球金董事长 徐秀兰的最新看法 她说常约客户 一直都有很多 时间越拉越长 就景气非常的好 结果昨天在盘中 这个消息出来 没有什么反应 没想到今天就还她一个公道了 环球金董事长徐秀兰 她是说 碳化系第三代半导体的需求 比预期还要强 其实这个董事长讲话 她是非常非常的实在 她也不会乱碰轰 所以她讲的话 具有相当高的产业参考价值 后面成长力道也会很大 这个产业成长协力很高 今年还不够成熟 她也讲老实话了 的确粮率还不够 做不出来嘛 产量很少 但是明年会做得更好 那看到董事长 把碳化系这个关键的材料点出来 那我们就联想一下 台湾有哪一些集团跟个股 有在布局碳化系呢 帮大家整理出来了 当然第一个是环球金的 母公司中美金啦 它就是靠着环球金的碳化系 基板四寸有小量的出货 明年会做得更好 汉民部分呢 是汉垒四寸碳化系 稳定量产 六寸也建置完成 最近呢 汉垒的股价呢 是这个第三代半导体族群当中 走在最前面的 怎么看后续的走势 广运部分呢是昨天尾群老师 才提醒大家 太极最近股价是有回落 但是呢也撑住了一个支撑的价位了 太极持股的盛兴材料 百分之五十五 广运持股百分之八点六 盛兴材料四寸碳化系基板 年底会进入量产 今天股价是大涨 红海部分呢 昨天也说了 二十五点二亿元 要买望虹的六寸厂 就是要来开发第三代半导体 之前还如果硕核要来拼电池材料 硕核的母公司国售也会相关的受惠 很多人都知道第三代半导体就好 但到底是干嘛的 我们做了一个小字典 第三代半导体有 淡化加跟碳化系 那可以拿来做什么用途呢 可以用在LIDAR 光达 车用二极体 5G通讯 卫星通讯的功率放大器 还有马达控制器 还有风力发电控制系统 这一套投拉股都是目前 全球的科技产业当面呢 是领先被使用 并且要扩大应用的一块 那老师我们先从环球星来看 昨天股价没有什么发动 外资一直在连卖 今天这一根大涨的红K棒 有没有确立它有转强的讯号呢 好的 我想徐秀兰 卢明光 也是很强的并购大王 好讲的 对 他们并购之后 那个股价都会大涨 你看这是大同也涨了 对 对不对 那昨天我说环球金买 外资之前讲那么好 自己在偷卖 对 那今天应该是 他回补回来了 因为我昨天特别说 其实就是在矽晶园 这几年扩产的脚步 也没有很快 那环球金要并试创 那试创在新加坡 其实他已经先要扩产了 还没被并的时候 他自己已经先签约了 所以很有趣 那当然你说 真的人家徐秀兰也讲得很实战 对啊 对啊 就像我们上个月说 真的这个产业第三代 他真的还在试产 真正产能没出来 而且老师还说 中国大陆是毛起来在做 对 但是股价就是这样 它是看未来 因为你现在没赚钱 对啊 但是大家想说未来会赚钱 获利会大成长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是 先看强的 买相对的比较低档的 比较稳定的公司 强的当然就我们讲很多天的 3707的汉雷 连续强两天之后 今天股价稍作震荡 那昨天呢 老师节目当中提到的 2342的贸系 老师说尾盘偷拉 应该有戏 今天股价又是大涨 可是相对于 汉雷跟贸系 汉雷先走了 贸系跟上来 那今天加金也公道亮灯 涨停板了 这三档个股来比较的话 加金的位阶是相对比较落后的 那这些个股您认为如果说 看好这个题材的话 拉回还是可以去买吗 好的 我想我们先看汉雷好了 好 汉雷 汉雷给一下 给他老师 好 来 今天汉雷是报大量 对 前几天我说它要来到压力区了 那龙卷是比较高 对不对 今天的汉雷 这个量蛮大的 你看今天 那么长得上一线 对 今天收这个倒梯 倒梯是蛮有趣的 变得是这样子 这样子的一个线 那明后天就很重要 如果明天能够开高走高 一根红K棒的话 可能就会化解今天的卖量 还要继续走强 因为有点空单被嘎到 对 如果我们把江坡毒打出来 看一下的江坡 对 其实如果说它很弱 就像说今天4721就比较弱一点 对 因为它好像七月份公布字节 没有大家想得这么好 它就长多了 对不对 但是你看看 如果它很弱 它今天应该打到平盘之下 它没有 但是尾盘又拉起来 代表空单怕到还是会回补 所以这边它就是一个内资 然后甚至嘎空的指标 我昨天也说 你看这个投信这边也回补 是 对不对 那这边来说 看外资要不要回补 这边外资其实应该也都隔日冲比较多 最主要是看内资 所以看筹码 如果今天龙件再增加的话 那明天就有戏了 如果它能开高走高 那就凶了 那如果开低走低 那可能就整理了 好 那如果说汉 明天的两套剧本老师说 如果开高走高 再收一根红K棒的话 可能有机会继续的走墙 开低走低大家就要小心 它毕竟这一波它先动 稍微休息一下是合理的 那它已经动了 有人开始跟了 2342的帽系 那还有3016的夹金 老师 帽系的部分 就太多了 今天对 我盘中印的 就是这边就四万张 又有点太大了一点 那太大 其实你看它已经过这个高点了 其实已经量洗过去了 你如果真的看量 其实这边已经算这个平台区 其实它要突破 明天开高走高就过去了 对不对 是很快的 而且但是今天这个量是蛮大的 那没有锁涨停 所以你觉得筹码可能有点 要震荡 对 那我们就看这个十日线 好 就看十日线 如果说你比较保守 五日线 十日线 押回来买可以 那这边来说 它长线都没走完 那毕竟股价也比较便宜 对 好 那这个是帽系 有点慢慢跟上的味道 只是可惜是 它今天量稍微爆得比较多 对 比较大 后面几天要盛房 比较震荡的一个整理格局 那老师你说 同样是中美金集团 下面的红结科 又有再切入第三代半导体 那以它的形态来看 它是不是 目前位积也算低 但是慢慢的转强了 那你认为如果说 想要介入第三代半导体的投资人 这个贸系会怕 汉蕾会怕 那红结科呢 红结科就是说我比较稳定 我说它有PA 5G的PA也好 甚至4G的PA 中国大陆现在 4G需求还蛮大的 所以它获利算是比汉蕾 贸系好一点 那你看筹码 我昨天说 这边头型都没卖 头型买在这边都没卖 那这波涨上来 我觉得今天应该他们有回补 那已经过了一个下降压力线 那这时候就看 十字线要穿过月线 对 还不下降压力线 对 那十字线穿过月线 那十字线走深 月线如果走平在走深的话 如果月线这边是高扣低 对 这边扣在高点 高扣低的话 月线慢慢走平的话 这边又是一个助长的力道 所以来到这边一定会震荡 如果说明后天来到这边一定会震荡 那你就压回 压回看看 量缩的时候布局都可以 压回量缩的时候布局 也都是可以来这个留意的 那另外一个个股是这个太极 太极刚才在我们的CG当中也讲到说 它是广运集团的 那它有在切入碳化系相关的发展 太极持股的盛新材料 百分之五十五 这个盛新的四寸碳化系基板 说年底就要进入量产了 我们昨天才讲到这档个股 它涨上去之后 最近修正的幅度很大 但老实说其实可以留意了 今天股价就供道量登展停板 它又要来走另外一波了吗 好的 因为它没有当冲 所以拉的是比较快 我们把僵迫都打出来好了 好 看一下四九三四的 你今天买的就不能卖 所以它很早就供赏停 那就小心隔日冲 那当然你说便宜 你说太极盛新材料都便宜 那你说我说那个基板是最难做的 也是碳化系氮化加里面 占成本最高的 五成以上的成本 所以它做的是最难做的 对 因为它要两千度的高温 然后你要去烧 你要去测试那材料很难 那产业是很难做 那如果真的成功了 那当然爆发力很强 那正好我说这边大量区 这边算是一个强的支撑 这一次破下来 也没有破这边的支撑 对 没有破这个支撑 甚至你看这个跳功缺口 打下来马上拉起来 但是这边上边一定会有套牢的卖 因为前阵子 我那时候在这边讲 前阵子有网路的人在这边讲 后来就跌下来 所以这边同意 有时候很多那种赖了 免钱的赖真的不要乱参加 不要乱加 因为他们都是追强势股 是 是 是 很容易受伤的 对 有时候涨到那么高 然后去追就被受伤 那这边来说我觉得 当然到这边有机会 这边洗过去就很漂亮 因为毕竟股价不贵 对 那也是个新材料 好 这个是太极的解读 那环球金的部分 老师刚才是有说 就看这个 外资有没有机会来回补 对 这卖太多了 看看可不可以回补 蛮有趣的 好 另外在讲完 这第三代半导体的题材之外 我想请教 宇宣老师第二提示 今天盘中 PCB尤其是ABF 载版三雄的股价都是相当的强悍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PCBD多头高盛 他出具的最新报告 他说ABF载版启动了超级循环之后 BT载版受惠全球这个需求强劲的成长 可望会接棒展开价格连续上调的上升循环 说ABF涨完之后 BT载版也要涨了 它是升平了 包含了南电 星星跟景硕 尤其是南电的目标价 是喊到了635块钱的高价 那景硕是喊到265 星星是喊到了230块钱 老师我想先问一下 高盛喊南电的价格最高 南电在这ABF载版三雄当中 应该可以说是 这一波位阶相对较低 它这几天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发动 怎么看目前到635 还有接近200多块钱的价差 有机会挑战吗 但是我们看一下筹码部分 针对星星跟景硕 高盛同样的喊买进 可是高盛最近是3037买的比较多 反而景硕是卖的操作不同调 又怎么样来解读 好的我想昨天我就说 基本上你说ABF已经涨了一段 但是现在是涨BT 因为BT它虽然是比较刺激的 但是因为大家扩产的一个动作很小 所以我记得你涨景硕BT比较多 对 所以为什么这几天 其实我想来的朋友我都跟各位报道 我说这一波我们不要看外资 我们看内资 不要理外资啊 尤其景硕这个大阻力 我们只能讲这个很大的 很多业内很多有钱的 你看这一波上去 其实他们都没有调节 都没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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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看这边还加码 昨天外资卖了7000多张 吃啦 下次啦 今天直接开高给你过去 如果你看这K线 你看外资是被修理的 对 对 今天直接跟你开高过去 才不理你外资 所以今天看外资会不会回补 那当然你说南电 当然他获利是蛮好的 对 但是外资目标叫我们要打折 635 对 630打8折好了 好 那当然景硕是最先碰到高点的 对 所以你还是看 感觉他有比较有机会先过高 对 那当然今天冲高之后 有点压回震荡 有点震荡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他说 明天怎么过高 这边来说 如果他压回一点也无所谓 因为毕竟这也是时日线 对 也穿到月线了 对 对不对 那月线慢慢扣底了 到高之后 也快要走平了 所以这边来说 我觉得外资 到时候都会被嘎到 他可能会回补 那回补的力道就很强 这一波大 各位同学家看的是看BT BT 好 因为ABF已经长了一年多了 是 好 以上是伟群老师 今天针对了第三代半导体 也好 ABF载版三雄 对于外资目标价 以及现在各股未接的 掌握及操作的方式了 如果说你对你手中持股 任何问题 的话欢迎参考画面上的 大头娃娃跟伟群老师 加个赖班的持股问题 跟伟群老师来讨论跟请教 关怀我们继续聊一下 航运股的部分 航运股现在的这个情况 有没有说比较健康呢 它不是每天的疯狂大涨 但是它是大涨小回 大涨小回 就比较不担心隔日冲的干扰 可是最近的 这个航运的强势指标中航 昨天公布了七月字节 居然是赔钱的 这个利空到底该怎么解读呢 关怀我们来说 定武器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来 武器股市同学会 这一波我们请蓝老师 每天帮我们追踪航运股 跟钢铁股嘛 老师有说 航运股呢 现在的最强指标 就是要看2612的中航 中航这一波的涨势呢 是超越了所有航运股 包含了大船小船的一个表现 可是昨天盘后公布这个数据 大家要不要担心呢 我们看一下中航 它呢 前一波大涨是因为说呢 它的业外收益非常好 可是城野业外 拜野业外怎么讲呢 7月份呢被要求主管机关 公布自解了吗 结果居然是赔钱的 亏损1.44亿元 美股亏了0.73亿元 黑人问号想说 不是航运股 那个7月份的运价长 怎么会赔钱呢 原来是因为啦 它7月份呢 有去买航运股 光是买了陆海 这个自治股票的股价 就跌了2成4 中飞航跌了也是2成4 买了阳明暴跌36% 台航也跌三成 中贵也跌三成 所以造成它业外亏损 但是总计而言 它上半年美股获利 还是有5.1块钱 散装界的第一名 今天中行的股价 是有受到影响 不过本来预期 可能会跌得蛮重的 但是好像并没有 中行的股价 老师后续到底该怎么解读 这个利空到底该怎么样来看呢 再关心的是散装部分 其实现在基本面还是很好 BDI指数持续的创高 已经连11涨了 那BCI也是往上冲 还价新的日租来到了5.4万美元 那当然就是因为铁矿砂的运量 持续的往上增加 欣欣说下半年会更旺 丹麦航上也讲 这是长期性的行情 但是老师 等一下帮我们解释一下 中行这支股票 后续的走势怎么看之外 我想问一下 整体航运股的大环境 跟现在的状况 因为航运股我们昨天才讲说 这个摩根大通一天买 然后隔天就倒出来 该不会摩根大通也在当冲客吗 那现在有市场的传言是讲 凯基哥转低调之后 因为被大家众所主目 所以隔日冲明星队换人了 是由摩根大通来接手冲浪 传出来的背后就是虎尾邦 七月份开始大量买超之后 不会留仓超过两天 隔日四戳红牌 开高又多 九点半之后就会到货 货柜三雄礼拜一 摩根大通就买了三点四四万张 昨天又到了四点四万张 所以昨天货柜三雄的个股是比较弱 但是你有讲 它并没有跌破礼拜一的低点 然后这个跳空开高的缺口 也都有守住 老师我想问一下 第一个是中航怎么看 第二个是货柜三雄现在走势是 一天大涨一天休息 一天大涨一天休息 这样的节奏反而是比较好的吗 对坦白讲 其实我们一个一个过来看 我认为今天中航的利空 反而是所有航海的个股里面的 一个超级大利多 怎么说呢 来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利多 因为任何的这个上涨一定是经过了 利空的淬炼 淬炼之后 它的未来的上涨 其实它的力量会来得更强 我们在这个礼拜就跟大家讲 其实中航它赚的真的非常的多 它是这个赚最多的 赚的比汇洋还多 比汇洋还要多 但是七月份的时候 如果就上半年来算的话 它一个月应该要赚0.8块钱 对不对 那在BDI的这个部分 其实它的报价越来越高 所以基本上七月份 应该会比上半年的均价 要赚得更多 结果它居然没有赚就算了 还赔了0.73块钱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利空 那如果说这个利空 有出来的话 这档个股它如果没有什么涨 其实坦白讲 那它可能就是在平安震荡 但这档个股在近一个礼拜 它已经涨了四五十% 四五十%出了一个这么大的利空 照理来讲的话 应该要达到跌停板 就像今天美其马一样 照理说应该给它 好好的修理 结果没有 是 但它没有 就代表说其实这个类股 它有利空的新闻出来之后 它反而怎么样 不太跌 它不太跌 那代表其实它未来的 这个可能性就会来得更好 那我们来回过台看 它为什么不跌 七月份的时候 就是它买的股票 对它买了阳明中 中飞行这些的股票 在七月份的时候 这个状况真的是很难看 但是七月份是怎么样 是上个月的事情 但是这个月 这些的个股又慢慢的涨了起来 那如果说这个个股 到了月底 甚至到下个月 都还在上涨的话 那这个类股 这一档个股 这个中行 它未来可能性是会变得更好 而且另外还有本业的加持 对 没有错 老师认为说 今天中行的股价 它并没有因为这个利空而大跌 尤其是它涨了这么多之后 没有做一个大幅度的下修 我们从K线来看 它今天是不但是没有碰到五日线 那连十日线也都还非常的远 还有一段路要走 但是它的量 今天有稍微多了一点点 那你怎么看它后续的走势 我认为这一档个股 它的今天量是稍微比较大的一点 但问题是 它也没有比这个上个礼拜五的量 要来得更大 其实坦白讲 那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它也没有报答量 就量人的部分过来看的话 没有失控 对没有失控 那我一样要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讲 其实在航海 所有航海的股票 MACD在没有翻黑之前 它的股价没有破十日线之前 其实都要给它震荡 其实所谓的震荡就跟人的心跳一样 你一定要会跳 那你是要办法存活 那一档个股 你一定要会震荡 把相关比较不好的筹码 吸走 对把它给洗掉之后 未来它才有办法 有一个更强的力量去上涨 好 既然说老师认为 中行这个利空 不能当作利空反而是一个 淬炼利空的时机的话 那其他的散装轮的个股 刚才讲到了 这个BDI指数还持续的创高 后续的走势 依然是比较乐观的吗 对 没有错 在一早的时候 这个相关的类股 因为被中行给带了下来 但问题是到了中尾盘的时候 这些个股 又上去了 又都上来了 所以我们在盘中 做的这些字卡 其实就已经不太一样了 像第一档个股 是5608的市维航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你帮我放大一点 好 就是拉近一点 对 拉近 拉近 对 对 你看 它在创新高 是啊 这代表说 当中行有一个这么大的 的力空出来的时候 但是其他相关 BDI的股票 它依然在创新高 代表说这个力空 根本就不算什么 对 那也代表说 这个类股 它就是越来越强 好 好 那 除了思维航之外 那我们来看一下 2637的惠洋好了 好 2637的惠洋 惠洋本来是这个 中行是赚最多 第二名是惠洋 对 但是因为中行 在昨天出了这个新闻之后 可能一般人 他可能会去解读说 原来你这个赚的钱 是比较虚一点点 对 那整个 整个市场的资金很聪明 他就会又回过头来看说 原来惠洋赚的钱 是比较稳一点的 对 所以市场的买盘 他又会往这个地方来靠拢 所以你看 其实这一档个股 他连昨天的低点都 可以再大一点 他连昨天的低点都没有破 然后就收了一个角 几乎就 这一档个股 他几乎就是 收在今天的最高点 对 也就是他在这一段过程当中 他已经收了这个 近期的收盘新高 创了近期收盘新高 对 那MACD的部分 他也是红的 所以其实我 我认为这个类股 他就是会越来越强 所有航海的股票 他就是越来越强 那记得 MACD在没有翻红之前 时日线没有破之前 都要给他时间跟空间 去震荡 就是MACD如果还没有翻到盘下 时日线没破的时候 稍微的震荡 是可以接受的 反而会更好 反而会更好 那我们来看这一些图 你看其实在 BDI的部分 他的筹码面是比货柜要来得更好 像市围行 唯一比较不好的可能就是市围行 他的量能稍微是比较大一点 他的资也是在相对高档这个地方 但是你看会洋 会洋的量能 他其实就非常非常的少 在资的这个地方 跟过往来比的话 他也是 没有增 对 然后是属于一个比较低的水位 筹码比较干净 所以他的筹码是相对于 这个其他的股票来讲 还蛮干净 那台行的部分 他的量能 一样是比较少 他的资 依然是有一些的 这个 减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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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其实这一些的个股 包括像玉米 一样从相对高到相对低 他的资从相对高到相对低 其实这一些的 整个架构跟筹码面 来看的话 他都是越来越漂亮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类股 在涨到这个地方 稍微给他震一下 但是未来 那我依然是 非常地看好他 好 以上是蓝老师 今天针对散装轮 给的最新的解读 跟操作建议 你如果说你对操作 航运股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参考画面上的 大头娃娃跟蓝老师 加个蓝班的持股问题 跟他来请教一下 另外再来提到的是 货柜三雄 老师货柜三雄 五届昨天还问你 这个黑K棒怎么办 你就说其实他没有 前一天的低点 连这个缺口都没有 要来回补 看指标股最强的万海 如果说他都已经 站上了军线之上 阳明跟长龙 也是非常有机会的 那你觉得现在这样子 大涨小回 大涨小回 其实是 不但是可以躲开 这个当冲客的干扰之外 也是对于整体航运来说 是比较OK的一个走势吗 对 是越来越棒 坦白讲 我们来看一下 二六一五的万海就好 来 万海他今天怎么样 他今天还创新高 他不仅仅是 所有的军线有站稳之外 他还在创新高 创新高的股票 他就是多头 只有多头股票 他才会创新高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在这些相关的股票 在进行的时候 因为外资 他稍微就是一天买 一天卖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真的很烦 他到底是想要怎样 对长龙这一堂的个股 一买一卖 真的有够烦的 但问题是你看 不管是长龙或者是 阳明 他们几乎都是这个样子 包括万海 全都是这样在搞的 但问题是你来看 他的架构就开始不一样了 来先看长龙 他原本的架构是在这个地方整理 对不对 但问题是他即便依然是一买一卖 但他的区间却跑到了上面去了 往上移了 对代表说这一档个股是越来越强 好 即便你这样在搞 这一档个股的架构 他都是越来越强 那从这个阳明的部分来看 他也是一样 这个平台区被站上去了 对 他来到了这个地方 也就是代表这个阳明 他也是越来越强 那万海就更不用说了 这个平台区 那他都是这样在搞的 对不对 但问题是这个平台区 他也站上去了 甚至于今天他还创新高 所以其实这整个架构来看的话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他就是会越来越好 好 另外提到钢铁股的部分 今天有最新的消息说 投行也要看好钢铁股 这个是美国钢铁股的表现 是说他们认为 分析师说 其实现在钢铁股 还是值得买入 今年以来 依然有上涨的空间 昨天美国股市的钢铁股 其实表现还不错 尤其今年以来都是大涨了 那台湾的钢铁股 刚才也讲到 这铁矿沙需求 还是持续的往上 可是老师我想问一下 钢铁股的走势 就是有人特别的强 就是2013的中钢 中钢非常强 这个个股到底 后续要怎么追踪呢 好的 那其实这个钢铁的股票 跟航海的股票 它会有一点点的像 像航海它之所以 上来是为阳明的MA7 它开始翻红 当阳明它翻红之后 它带动了这个BDI相关的股票 然后当BDI又涨一段之后 我觉得 钢铁股 在近期的 散张比较强 但是未来的货柜会越来越强 好 那这都是一个讯号 那我们来看一下 钢铁它也是一样 你看中钢购在创新高 它一路的狂飙 那其他的钢铁股 难道不会涨吗 那我们在先前也说过了 在钢铁部分 它会先涨下游 未来它会涨上游 所以未来我们看一下 2002的中钢 2002的中钢 它在还没有涨到的时候 未来它就会有机会 因为未来